Focus 了嗎? Yeah 好了 可以脫眼鏡了 Hello 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我的鏡子 4月最愛 我不說那麼多廢話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要跟大家說 所以事不宜遲現在就開始 第一件事 Mascara 4月其實我用了幾支Mascara 試了幾支Mascara 因為是不對 你是用了一兩錢覺得真的不好用 然後你就真的不需要用 但你知道Mascara如果你是不好用 你是不想再用 因為你會覺得有脫了 然後溶到到處都是 那你不想用 反而我開了這支 是我12月Avent Calendar的時候 Tarte其中一個禮物來的 就是Tarte的Light Camera Lashes 4-in-1 Mascara 這個Mascara我真的很喜歡 首先就是它不溶 它不會在我的眼睛 會溶在下面的眼肚的位置 也不會脫掉一些一粒粒的黑色點出來 這個是很重要 另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它那個方法不是太濕 因為有些Mascara 如果它是超級無敵濕的話 就是特別香港比較常潮濕的天氣 其實很容易就drop 還有就是它的刷頭 可以做到令你的眼睫毛根根分明 這個是我真的最喜歡 我覺得很重要 一件事就是你的Mascara 是很矮 很根根分明 然後很簽長 那就是最美 而我覺得這個是做到 所以我上個月是最喜歡這支Mascara的 上個月呢 我去了很多不同的Event 那有些呢 就可能真的要dress up少少 變成你就會化濃少少個妝 那我自己呢 真的很喜歡的一個 顏色大家都會不陌生 就是Matte的Tempting 那個呢 我覺得塗多兩層 其實它都可以做到一個 真是Glam少少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有 打燈啊 或者你是會用閃光燈拍照的話 我覺得那個可能就差少少 就是未說真的最美 就是如果你懶得 只可以選一個眼影 那我會選那個 那如果你可以選了幾個的話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是NARS的Smoky Eye Set 我不知道它那些 那些人的眼睛是怎樣 它後面沒有寫 不過呢我就會搜尋 然後就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那裡寫 那其實所有這些資料 我都會打在下面的 那你們如果想知道那些 產品的細節 就可以按下方來看看 那其實這個呢 我最喜歡它有兩個顏色 那就是中間這兩個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Matte的Brown Color 就是一個牙的啡色 那它就沒有一些 閃亮亮的效果 它就是純純牙色的眼影 那我就會塗在底下 那之後呢 我會再用這個旁邊的 一個很Copery的 啡色的眼影 那其實它跟Tempting有什麼不同呢 Matte的Tempting呢 它就比較上淺色很多 那變成你平時Casual一點 你這樣用也可以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真的深色很多很多 我猜你塗Matte的Tempting 我猜你塗10層 那就有醫療的效果 那你不會塗10層眼影 那所以呢 它有不同 就不可以說我塗了幾層 就好像一樣 這個真的有分別 還有呢 就是它閃的那個位 它不是金色的閃 它是有少少好像一些 啡色的highlight的閃 那我自己覺得是真的 塗了上眼是很好看 很漂亮 而且你整個smoky eye look 是很glam的 你拍照是真的漂亮很多 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我 上兩星期的Vlog 那我就有一個去上海灘的Event 那我是很喜歡那天的Make-up 你簡直是覺得 你感覺到很特別 你覺得自己那天很特別 覺得自己那天好像很漂亮 其實有時候美不美 那當然是別人覺得美不美 但是你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也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就算那天覺得自己很特別 也沒有罪 我怕待會有人會在下面說 我覺得你很醜 那些 但是 我覺得 每個女生都可以 覺得自己很美 覺得自己很開心 之後呢 就是每個女生都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很希望臉很沾 我之前就很喜歡用Tarte的Bronzing Powder 那最近呢 我就喜歡這個 就是Daniel Sander的 Sculpt & Slim Effect Contour Face Powder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上年用那個的時候 我是去了美國 去美國之後呢 我是黑了 變了那個顏色就會比較適合 那現在真的白很多 最加上冬天呢 是你真的會白很多 這個呢 是一個Matte的Contour Powder 我覺得呢 它的顏色是很適合打陰影 還有就是呢 它就算 用來打鼻影呢 都OK 勉強OK 你說最好 我覺得是Chanel的Notorious 但是 那個已經沒得買了嘛 所以這個呢 有時候我懶 不知道那刻放在哪裏 我會用這個來打鼻影 都不會覺得太廢 所以這個顏色 如果你都比較上偏白的女生呢 或者你給我其實我都不是很白 不過我真的OK啦 如果你再給我白更加多 那這個都應該勉強OK啦 我的Favorites片呢 是不可以沒有唇膏的 我覺得我是每一句 因為有支新的唇膏是很喜歡的 上個月呢 其實我也很喜歡YSL那支 但因為我之前那一月都很喜歡那支 所以我不可以再說 因為其實我真的經常都用那支 然後你們很多人都問我 你在車裡面的唇膏是什麼顏色 其實就是YSL那支 因為都搭入Spring 所以就開始看一些Spring的顏色 一些Peach的顏色 這支呢 就是Berberry的Berberry Kisses Hydrating Lip Color 以前呢 其實我在英國的時候 都買過一支Berberry的唇膏 我很喜歡它的包裝 因為它是磁石的 一這樣下去 它就會好像扭 然後就關上蓋子 好處就是 不會很容易 就說 可能在手袋裡掉了出來 那你的唇膏就可以保銷了 這個包裝很漂亮 那當然就是 comes with the price tag 當然它就不會 可能一百多元就可以買到 這個顏色呢 是57號色Peach Delight Light 也是我現在塗在嘴上的唇膏 我覺得它是 一個很perfect的peach color 因為我自己呢 不是說 塗Coral色塗得很漂亮的 那我就會喜歡塗一些 可能塗紅一點 粉紅一點 紅色的唇膏 那如果你都好像我這樣 不是說 我經常塗一些peach的顏色 Coral的顏色 我好建議你去試一下 這支 因為這支呢 它不是塗完很容易很病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是真的 幾好看 我自己喜歡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我今天好不好看 這些東西是你們說給我聽的 除了自我感覺良好之外 都要你們說給我聽 我自己就幾喜歡這個顏色 還有就是 就算你那天不是說 發很多妝 其實你塗它 都不會說太過病 因為如果你 可能你的嘴唇 是很輕手的話 就是很nude色的話 你通常眼妝都會 可能重複一點 如果不是你整個樣子 就會很病 那這個我覺得沒有問題 還有我就是覺得 它的方法真的進步了 之前我買過那支 我覺得它是偏乾一點 這支呢 它真的濃度很多 是真的 improve了 那這個是真的值得一讚的Berberry 如果有看開我的影片的朋友 知道我很喜歡一隻 Number 7的Cleansing Wipe 或者就是一隻叫做 Botanic的Cleansing Wipe 就是在Elements的萬寧 可以買 但是呢 自從我之前 我想我忘記了什麼時候了 十不二月 就買了幾包 我記得它做了Promotion 買了幾包之後 就發現原來 它買了那些 就撤出香港 所以它那時候就減價 搞到我 就沒有再用Cleansing Wipe 其實我覺得用Cleansing Wipe 我不是會用它來卸妝 不過呢 我就可能真的卸了一次 自己用水好用油好 卸了一次 我再用Cleansing Wipe 去再擦多一次 那你就真的好看到 你究竟有沒有留了一些 未擦乾淨的位置 未射乾淨的妝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白階和韋康呢 它們都有入了Vatros的東西 那這個呢 就是Superdrug 他們都有入了Superdrugs的東西 那Superdrugs的Vitamin E Facial Cleansing Wipe 我記得它好像是9元 還是12元 它就有25塊 所以我就想試一下 因為其實它10元左右 OK 值得一試 值得一博的 就算它不好用 我通常用來擦手上面 有時候你知道 粉底的手背 我就會用你擦那些 所以我之前就買了 包裝上紅色那種 我真的用不到 結果就是要用你擦這些 你浪費了它就無謂了 因為我媽媽就不化妝的 我妹妹在加拿大 所以就家裡只有我一個用卸妝的產品 我那支東西就放在這裡 說回這個 這個 我覺得它是不乾的 有時候有些 我覺得Nivea那個 你抹完都有點乾的感覺 但其實我覺得都OK的了 這個呢 它真的抹完一點都不乾 是一點都不乾的 我自己 我不是乾性皮膚 所以我就真的不會說 我自己是偏油性的 但你知道這些都很乾的 這個我是用完一點都不乾的 而且我覺得它 卸妝的能力都OK的 因為有時候你擠完在這裡 你抹走它 有時候你很容易就看到 究竟它抹得乾不乾淨 這個是OK 我覺得比包裝的紅水好 所以大家如果 你看到你附近的百佳那些 那它看到有得買Superdrug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間都有 如果看到的 那不妨買一包 因為它好像10元左右 我覺得是值得的 好了 之後呢 就是一個霜霜 其實我是很少用白色的霜霜 不過呢 我上個月如果你們有看我Vlog的時候 其實我這裡是出了一些賀爾蒙瘡 那真的很辛苦 我其實心情很差 睡不到 那變了就 就是 一有壓力心情不好 那些Hormones那些就 爆發出來的了 那你們Vlog可能都會看到 為何你的皮膚差了這麼多 是 好了 我想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問題 但我是受了一些荷蟲的癌 好的 然後這個 那就是一個 Welada 你們可以上HK Beauty Bible 搜尋這個 那邊可以買 因為我記得香港是可以買的 這個不是我自己買的 是我朋友在英國 他說去德國的時候買 然後說很好用 然後突然寄一支回來給我的 但誰知道我發現原來香港也有得買 然後這個是Made in Germany 就叫做Soothing Facial Cream 那你塗完之後呢 它是有一股杏人的味道 但你不要以為它有什麼杏人酸的 那些完全不關事 純粹是可能 因為有時候 我自己 上一半的心情真的很差 其實是沒有心情做任何事情 沒有心情去塗任何事情 但是有時候你真的是乾的 你會覺得臉很乾 還有好像很 你暗黏黏 你又不想搞那麼多事情 然後之後我就 就這樣塗這個 那塗完這個 然後睡覺之後 那天起床 你發現臉是好像 就是 軟了很多 還有就是 起床 你覺得蠻光澤 滑了 那我自己就蠻喜歡的 然後上個月 整天都過了來 OVERNIGHT 那變了呢 他就 早上有時候用 他就拿了這個來用 他用了幾次 都說OK 這支CREAM給我買 然後我就說 我朋友寄給我 但是香港都可以買 那這個呢 它寫著是 沒有香料 而且它是 敏感乾肌的 如果你是敏感乾肌 我都蠻建議你試這個 因為其實我推薦 我試這個 寄給我 是個鬼妹 那他就 偏乾皮膚 還要在英國 那他都覺得這個OK的話 那我相信 如果你在香港 很乾皮膚 應該都可以試一下 那當然你應該去了 去店裡試一下 那所以就 有時候 我覺得Skin Care的東西 你不可以說我 對 然後你也對 真的要自己去試一下 只不過我試了 我覺得OK 那你們不如去試一下 那這樣 那這個我真的覺得很好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一個暗瘡的產品 那剛才說了 就是因為我 上去真的 真的 真的 搞到 很多暗瘡 然後呢 我就用了這個 Sensation的 Anti-Blemish Lotion 它是跟Mare Badescu 的Dry Lotion 沒有太多分別的 那每一個分別我告訴你 就是Mare Badescu 就是香港沒有專櫃的 那Sensation 就是有專櫃的 那如果你說 我不喜歡上網買東西 我喜歡去店裡買的 OK 那你可以試這個 因為這個是 好 有 效 真的很有效 因為我一向都喜歡 Mare Badescu 的Dry Lotion 這個是他們很相似的 產品 那我同樣地 這個也真的很有效 那就是你要 沾棉花棒 沾到粉紅色 那些位置 然後就 睡覺之前就塗在 你的暗瘡上面 你不要想著 他明天起床 就完全好像沒事 沒有發生過事情 沒有生過暗瘡 真的不可能的 這個簡直是魔術來的 但是呢 他就真的挺好的 它是可以令到你的暗瘡 小顆了 那你塗幾天 其實都會慢慢地好 好 最後一件事就是 4月16號 下星期四 有沒有藥 沒有 沒有 OK 行了 晚上六點半 我約定你 那約定你做什麼 就是 因為我想你們都知道 我和Mandy就加入了Cocoon 的一個比賽 其實4月16號 就final 那我們入了final 很需要你們的支持 因為50%是 audience 比分 50%是 judge 那很希望如果你真的有空 晚上六點半 有空的 不妨來看看 來支持一下我們 那就可以在下面 我放了連結 就可以買張票 那現在張票 好像是八十幾塊 那樣 越近 就是越前買 它會開鮮價 它會貴了 那如果你們有空的話 拜託買張票 來支持我們 那 對 就是這樣了 我預告我會再出一條 Fashion Haul的影片 因為我最近買了超多衣服 那我發現最近很多漂亮的衣服 所以很想和你們分享 另外就是我會出一個 衣服的影片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我 你的飾物在哪裡買的 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呢 如果你們都想看這兩個影片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我看看我先拍了哪一個 看看你們想看哪一個 那我就先拍了哪一個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Bye